哈喽大家好我是健保 头发也不梳你看看 刚才呢我还在这里做手掌 突然间 我就听见爸爸上来叫我了 然后呢原来是 人宝来了 给他看一下我现在睡着了 给他盖了个小被子 醒了 好可爱呀是不是 嗯 第一次来我们家 呵呵 好可爱呀 妹妹一会就上来 嗯妹妹 舅舅他们有事了是吧 笑了吗哭了骗我 他刚才他刚才就是 你看 健保说要把头发给梳一梳 怕一会抱元宝的时候 碰着他是不是 对 我舅舅在那边写得很疼 睡得没了 看姐姐的样子 稀奇得不得了 高兴的你看 笑了你看 眼睛睁开了 我现在已经抱他了 那行了就抱他 来 妈妈先抱起来之后你再抱 好了 咋了 可不是呢 宝宝胖胖了 四五斤呢 现在都差不多 哎你舅妈那天说的多少斤来着 十斤了吧 已经有十多斤了 刚出生的时候才五斤多 看姐姐是一脸的宠溺啊 不像你之前抱的时候是吧 还要亲 那时候才多小呀 那时候才几天 宝宝的姿势啊 他现在那样难受 他就一只腿 你看 蹬着 蹬子 这次感觉舒服多了是吧 你看小圆宝在姐姐的 怀抱中 又睡着了 看来他非常享受抱着的感觉 是不是 又我妈哭了 没事没事 不哭了 你以为娃是那么好带的呀 可想而知 你舅舅跟舅妈在家里边有多忙 还不让我大声说话呢 杨宝呀 你都不知道我等着你上回去 咱家都快等着 都快喝二戏了 看来你 我都在唱 你俩比一比 说不定长大就比你的长了 现在小 京宝是一个姿势爆累了 现在又换一个姿势 感觉怎么样 娃好看不 好看 那放寒假了 你去给你舅妈带娃去 果果也来了 哈喽大家好呀 这么长时间没见姐姐想姐姐不 当然想了 而且我今天还给我准备了个礼物 准备了礼物了 对 他已经拆完了 好多好多贴纸的礼物 行 那你俩少玩一会儿 一会儿洗手准备吃饭了 好嘞 好了现在天已经黑了 我要回家了 要告别我的姐姐了 看你姐姐的样子 很伤心 来个拥抱 对 你们这是不舍呢 还是在那玩呢 我马上要睡元宝身上了 看看小元宝 小元宝睡着了 行吧 让你舅舅他们赶紧走吧 天快黑了 拜拜